加一碗温水 不烫手就可以了 一勺盐 浸泡一个小时 现在剁点蒜末 小米辣 香菜断 姜末 时间到 花甲乖乖吐出沙 这样吐出来很干净了 保持花甲鲜美 千万不要焯水 焯水都海鲜营养都在水里了 清蒸3-5分钟 可以保留鲜味 营养也不流失 蒸好后包去壳 像姜末 蒜末 小米辣 冰凉的热油 生抽 蚝油 陈醋 香菜 抓拌均匀 鲜嫩美味非常好吃 学会了 赶紧做起来给心爱的人吃吧 加一碗温水 不烫手就可以了 一勺盐 浸泡一个小时 现在剁点蒜末 小米辣 香菜断 姜末 时间到 花甲乖乖吐出沙 这样吐出来很干净了 保持花甲鲜美 千万不要焯水 焯水都海鲜营养都在水里了 清蒸3-5分钟 可以保留鲜味 营养也不流失 蒸好后包去壳 像姜末 蒜末 小米辣 冰凉的热油 生抽 蚝油 陈醋 香菜 抓拌均匀 鲜嫩美味非常好吃 学会了 赶紧做起来给心爱的人吃吧 加一碗温水 不烫手就可以了 一勺盐 浸泡一个小时 现在剁点蒜末 小米辣 香菜断 姜末 时间到 花甲乖乖吐出沙 这样吐出来很干净了 保持花甲鲜美 千万不要焯水 焯水都海鲜营养都在水里了 清蒸3-5分钟 可以保留鲜味 后包去壳 像姜末 蒜末 小米辣 冰凉的热油 生抽 蚝油 陈醋 香菜 抓拌均匀 鲜嫩美味非常好吃 学会了 赶紧做起来给心爱的人吃吧